11月9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与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两地举办京港卫生健康合作专题活动,双方深入交流抗疫经验并举行合作签约仪式推动疫情防控常态化合作。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燕梅致辞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的情况下,两地卫生部门需要积极迎接挑战,在多方面深化交流,推动疫情防控常态化合作,打造更优质高效的防控体系。 在新冠疫情全球范围持续扩散蔓延的形势下,我们仍面临着保障两地民众健康的严峻挑战,这需要两地卫生部门的共同努力,积极迎接挑战,聚焦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 在完善疾病监测预警机制,提高临床救治能力,提升社区设施建设,加强应急物资保障等方面,深化交流与合作。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地卫生系统带来严峻挑战,北京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值得借鉴,希望通过此活动加强京港防疫经验分享,推动两地卫生医疗合作 常态化。 我也希望中国这次会议,向北京的领导和专件评较,参与的经验,例如我们知道在6月份,北京新淘滴银场提高市场发生疫情, 国家执控中心的专家采取了果断或施定数议会,包括预测通常修饰,进行病毒素养工作,实施写区防复管理, 相比聚农,进行财查,因家常入境人士和入境货物的人面,为农贸市场、餐馆和物流人黄结,展开消毒、消军、加强原油控制。 研讨会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分别与香港卫生署、香港医院管理局续签合作协议, 并与香港致远基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与香港医院管理局续签合作协议。 我们跟香港在卫生健康方面的合作呢,最初是起于在我们基层社区卫生人员的培训和进修这一方面, 今年呢我们是续签,今年的形势和往年的一个比较特别之处呢, 就是今天是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这么一个形势之下, 在总结经验,包括我们找出我们的一些这个短板和弱项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固化了一些比较好的经验做法, 形成了我们下一步一些行动计划和一些建设体系, 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和疾病预防这个监测预警机制方面建设的一些思路和举措。 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跟香港方面呢在下一步也会有一些合作和交流。 京港卫生健康合作专题活动已经连续举办11届, 本次双方高层研讨会聚焦加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 充分交流两地在完善疾病监测预警机制, 提高医疗救治能力, 加强应急物资保障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未来计划。